那个青年竟然是董事长 刚才还说要把他撵出去 不会吧 我们都干了什么 先生 你以后就是我们店贵宾了 可以获得中身保修权 以及其他各项特殊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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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 对 原本我打算去接您 但路上出了点情况 对不起 是我工作失职了 那个青年竟然是董事长 刚才还说要把他撵出去 不会吧 我们都干了什么 林十三真的是董事长 这次彻底完蛋了 没关系 这不怪你 刚刚谁对林总无礼 统统开除掉 对不起林总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是啊 刚才真不支持您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大家都是同事 兢兢业业工作不容易 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开除呢 谢谢林总 我以后一定认真工作 对 俺也一样 但是你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哎 面试果然失败了 到底是大公司 的确很难进 在当今这个社会 没人卖又没钱 怎么和别人争 江北大学又如何 哥哥同样是江北大学毕业 最后不也只找了份 送快递的工作 真气派啊 哥哥 那不是哥哥吗 你来这面试啊 怎么样 成功了吗 哎 失败了 你可不许笑话我呀 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笑话你干什么 哥 你在这干嘛 也是来应聘的吗 算是吧 我来应聘董事长 万北集团董事长 哥 我发现你越来越幽默了 林总 这位你认识吗 认识 她是我妹妹 这不就是鼎鼎大名的 董事长首席秘书吗 她竟称呼哥哥为董事长 哥哥 你真的应聘成功了